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次斗争都是和李登辉有关 无论是挤走林阳港 斗走宋楚瑜 还是坑苦连战 那么最终也都是造成国民党分裂而收场 那么这三次分裂都隐藏着哪些国民党的往事 对国民党又造成了哪些伤害 今天我们就请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又平教授 来给我们做一一的解析 郑教授您好 李红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好 在解析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李登辉造成的国民党第一次分裂的相关背景 1988年1月13号 79岁的蒋经国因病去世 当天晚上808分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李登辉转正 成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并且暂待国民党主席职位 但是国民党的党权 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 军队的权力掌握在时任参谋部负责人考博村手中 安全机构的权力掌握在安全部门秘书长蒋伟国手中 面对蒋经国留下的接班人选 李登辉肃清党内各方势力 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国民党第一次分裂 从此开始了 李登辉先是拿在党内还有影响力 也是台湾籍 并且得到保守派系大佬支持的林阳港开刀 林阳港1927年生 195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学院政治系 大学毕业后从基层公务员做起 曾任南投县县长 台北市市长 台湾内政部门负责人 行政机构副负责人 司法机构负责人 林阳港曾被预测是蒋经国的接班人之一 于1996年于郝博村达党和李登辉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落选后淡出政坛 我们看到媒体这样来评价国民党的第一次分裂 那就是在1988年蒋经国去世 而在国民党内呢 有两股政治势力 一股呢是以李登辉为首 另外一股呢是以林阳港为首 为接民导人的位子而展开厮杀 最终呢是李登辉胜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李登辉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手段 来排除异己的 这个李登辉啊 他其实当时会受到蒋经国的重视 是因为他极端的谦卑 他在42岁才去美国念博士 在康奈尔拿了农业经济博士之后回台湾 那么他回到台湾之后 现在农夫会工作 1978年被提拔成台北市的市长 1981年蒋经国又提拔他成为台湾省的省主席 到1984年更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副手领导人 所以他可以说是一路顺遂 但是我们从照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李登辉对蒋经国可以说是百一百顺 而且人家说他看到蒋经国的时候 坐椅子都只敢坐三分之一的板凳 所以可见呢 李登辉在蒋经国心中是一个相当听话的乖乖牌 林阳港跟李登辉两个人都曾经是蒋经国大力栽培的 所谓崔台青政策下面产生的台籍政治精英 而在这个当中呢 林阳港他作为一个台湾的早期参政的这一些基层政治人物 他有非常好的亲和力 他这个人呢 可以说在民间声望极高 他的行政能力极强 那么政治阅历当然不在话下 但是他因为本土自然也比不上李登辉这个留美博士 有国际的视野有学术的根基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而且两个人都分别担任过台北市长 台湾省省主席这样子的位置 所以这个一前一后难免会有余量情节 当时呢台湾的这一些 这个当时在国民党党内的这一些保守的元老们呢 其实一度想抗衡李登辉结果败下阵来 于是他们转而想要支持林阳港 那么我们看得出来哦 这个当时有几个大佬 掌握军方的有郝伯春 那么郝伯春当时可以说是军权大权在握 跟着还有掌握党部的李焕 李焕当时是党的秘书长 那么这两个人再加上蒋伟国 他们跟林阳港结合之后呢 于是从1989年10月起就开始暗中串联 希望在1990年2月份举行的国民党第十三届临终全会的时候呢 能够把这个领导人的正负人选呢 推向他们自己所希望的林阳港 郝伯春或者是林阳港 蒋伟国这样子的搭配组合 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李登辉已经开始运用他的权力 以及加上情治单位 宋新莲这个安全局长对他的帮忙 协助监听了台湾主要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们很快的发现说 原来这一些元老派呢 想要在林中全会上呢 推出来不同的搭配组合 那么阻止李登辉顺利的担任领导人的候选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李登辉最后决定不选蒋伟国 也不选林阳港 不选李焕 更不选郝伯春 他选了一个大家都非常亚裔的李源处 作为他的搭档副手 那在这个战役上呢 李登辉不断的进行收买 笼络沟通的策略 他请出台籍大佬 其中有人叫蔡洪文 曾经做过台湾省议会的议长 叫他夜访林阳港 那他跟林阳港说 你啊应该要想清楚 台湾人不打台湾人 李登辉呢 他只会做一任 一任之后就轮你来做 而且你要知道 外界对你有很多批评 说你为什么要跟李登辉争呢 这个说法让林阳港非常的迟疑 所以林阳港转而说 他可以徐图三年发展 不仅这样子 接着李登辉又请出来了 蒋燕士为首的国民党八大佬 由这八大佬在台北宾馆设宴 然后邀请这个林阳港来 当的所有记者面 为林阳港做一个下台阶 要求林阳港退选 林阳港在突然之间 不得已非常尴尬的 只好答应退选 而且他原来主张的就是 我候选而不竞选 结果面对这样的局面呢 他只好黯然的这个退选 这样一来 李登辉总算顺利的掌握了 国民党正式提名他 而且在九零年的三月呢 顺利的通过了间接选举 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而林阳港后来呢 逐渐的淡出政坛 1993年林阳港 他作为司法部门的首长 退职的时候 李登辉跟他见面 两个人讲了三分钟都不到 可见李林之间的这个恩情 完全决裂 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这样 这个李登辉呢 是顺利的达成了自己的心愿 当上了地区的领导人 但是呢因为李登辉的得势 却制使国民党有很多人出走 对于这些人的这种选择 是不是制使国民党第一次分裂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的确 国民党第一次的重大分裂 有这个重要的集体出走 就是在1989年明代选举之后 种下的一个因果 为什么呢 因为在1989年明代选举的时候呢 民进党的台独分子呢 成立了一个叫做新国家连线 在国民党里面 早就有一群人 开始怀疑李登辉是不是 明统暗独 这群人呢 他们是国民党新生的 这个终生代 这群精英 一共有12个人 就组成了一个叫做 新国民党连线 这个新国民党连线呢 当时是由 郁牧明 赵少康 李庆华 这些人共同组成 新国民党连线主张的 就是要驱逐台独 推翻独裁 而且要打倒精权政治 他们是国民党内部的改革派 要求的是党务改革 他们不满意李登辉 不仅独裁 而且跟黑金结合 但是这群人呢 在党内饱受打压 当时新国民党连线 里面这群人呢 就认为说 我们已经待不下去了 党内改革空间已经没有了 如果说我们再不出去的话呢 恐怕将来完全会被消灭掉 于是在1993年 他们成立了新党 那么新党呢 成立之后呢 从1993年8月成立新党之后呢 他们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由7席的这个民意代表的席次 到1993年第三届的民代选举之后呢 越到了21席 这21席在整个台湾的民代机构里面 可以说是非常有战斗力 国民党这一次的分裂 造成党内整个传统支持者 开始进行分裂 那么分裂也意味着 国民党民间基础的被稀释 它也使得国民党党中央 跟这个民代机构的党团之间 出现了更多的矛盾 对于国民党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说第一次这些人出走呢 对于国民党来说呢 就造成了严重的一次分裂 那么第二次分裂呢 可能是因为宋楚瑜的出走 那么宋楚瑜跟李登辉呢 也是有着一定渊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1988年1月 蒋经国逝世 国民党为了推举代理党主席 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而李登辉能成功当选 国民党代理党主席 还多亏了宋楚瑜帮忙 1月27号 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 所有党员都没有提及 要讨论代理党主席议案 当时只能列席会议的宋楚瑜 在没有经过会议主席同意的情况下 发表意见 力挺讨论议案 最后与会的27名中常委 以起立鼓掌的形式 表示同意推举李登辉 为国民党代理主席 而宋楚瑜也因为表态有功 此后在李登辉的提携下 试图一路顺畅 但随后发生的一次转折事件 却让原本关系极好的二人 公开决裂 最终导致国民党第二次分裂 宋楚瑜在李登辉 最初担任领导人期间 这个过程当中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之后李登辉在上任之后 也给了宋楚瑜很大的提携 按理说这样的配合应该是非常好的 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宋楚瑜跟李登辉之间 有了心结志士反目呢 其实李登辉跟宋楚瑜之间的关系 真的当年叫情同父子 原来在蒋经国逝世的时候 宋楚瑜担任的只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同时也是蒋经国的私人秘书 那整个推选代理党主席的过程当中 党内就已经暗潮汹涌 元老派官邸派纷纷地想要把李登辉拉下马来 可是宋楚瑜在当时的临时中常会上 可以说是临门一脚 把李登辉顺利地推上了代理主席 所以呢严格讲来呢 李登辉确实是欠了宋楚瑜很大的人情 那李登辉后来对宋楚瑜也可以说是相当的提拔 尤其是李登辉当政之后呢 他的左右手外界称为两宋一苏 宋楚瑜 宋新莲 以及李登辉的办公室主任苏志成 而他对宋楚瑜可以说是特别的青睐有加 而且可以给他非常大的权利 那宋楚瑜在1994年的时候呢 参选了第一届的台湾省的省长 而且他以472万票呢高票当选 宋楚瑜当选之后 作风突然改变 他开始穿上蒋经国风格的这个浅白色的夹克 到处下乡 跑遍了台湾309个乡镇 他带领的所谓的省府团队 甚至于用一个行动的这个车辆呢 上面加了传真机 加了电话 加了办公桌 他到每一个乡镇 直接去做裁决 为各乡镇县市争取福利 他在台湾民间 人家说他简直像散财童子一样 那么这个站台童子在做什么呢 当时党中央就耳语出来了 说他天天在选举 他是把跑乡镇当作在跑大选 而且人们认为说 他动不动炮打党中央 为地方上争取什么财政啊 人事的自主权 他别有用心 为的可能就是培植他自己的势力 在台湾当时也有人喊出来说 宋楚瑜的472万票 可能是叶尔卿效应啊 他功高正主啊 他的工作很可能将来就是要取而代之 李登辉的大位 这个就造成李登辉非常大的疑惧 于是李登辉在97年呢 就开始延商要废掉台湾省 美宁为虚极化提升行政效率 他在党中央的很多重要决策会议里面 就排除了宋楚瑜这一个重要的角色 完全不对他事先做任何的咨询 事后最多也就是告知他决策的结果 这已经让宋楚瑜觉得他自己被边缘化 紧接着在党中央 李登辉开始拔拙连战拉拢肖万长 肖万长跟宋楚瑜原来是兄弟交情 两家通家之好 可以说是非常亲密的战友 但是当李登辉拉拢了肖万长连战之后呢 宋楚瑜发觉他逐渐的被孤立了 而不仅是这样子 他发觉说党中央决定要把台湾省 动省虚极化 基本上就是要把他整个权力架空 这让宋楚瑜觉得有莫大的危机意识 而且呢他发现说 他在党里面原来布局的许多人事筹码 都一一的被李登辉悄悄的拔除 或者是调离要职 这样子一来他就很清楚知道说 他已经退无可退 而且他注意到说 他如果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呢 显然跟连战之间 他是会有矛盾的 宋楚瑜主观上原来想要跟连战 做一个配合 但是李登辉刻意在连战跟宋楚瑜之间 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挑拨离间 使得连战也无法公开的表态 希望跟宋楚瑜合作 到了最后在李登辉提名下一届领导人的候选人的时候呢 就推出来了连消配 这一来让宋楚瑜忍无可忍 最后宋楚瑜只好在97年的时候呢 宣布我要脱党自行参选 那这样子一做 国民党干脆就在1999年的11月将他开除党籍 这样子种下来 后来国民党再度的分裂 可以说第一次分裂和第二次分裂对于国民党来说呢 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那么不仅仅是这两次 还有第三次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进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新闻的背景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后 是连战与李登辉产生新结 并最终走向分裂的时期 该次选举是李登辉 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的首次选举 当时国民党并没有举行党内初选 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 坚持指定连战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 但是李登辉在随后的竞选当中 却被民进党的陈水扁站台拉票 而李登辉的台独思想 也导致他与连战出现了严重的路线分歧 这不但成为李连两人走向分裂的诱因 最终也导致了国民党第三次分裂 如果说国民党在近25年里 有三次重大的政治斗争 导致国民党分裂的话 那么前两次都是李登辉 容不得别人把别人挤走 那么最后一次是国民党把李登辉给开除了 致使国民党再次分裂 那到底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让国民党终于容不下李登辉 李登辉在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之后 一度公开的宣称他要继承蒋经国的一致 他最终还是走向统一的道路 可是他最终满嘴的统一 然而他实际在做的都是明统暗独 倾向于独派理念的一些作为 对于那些列在黑名单上 长期不能够返回台湾的海外的这些台独人士 李登辉网开一面让他们重新回入岛内 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们在岛内 去集结去散播台独的理念 这就是李登辉开始在搞明统暗独 而且逐渐的把民进党养大的一个过程 很多人都认为说这国民党的第三次分裂 是源于李登辉坑苦了连战 对连战是不公的 所以说这其中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连战他是台南人 但是有人称他为半山 他的祖父连恒先生 就是驻台湾通史的著名史家 他的父亲连正东先生 也曾经在大陆内地受过教育 他们家族他母亲那一边 跟中国大陆更是有非常深的渊源 连战个人对于祖国大陆呢 是有相当浓厚的历史情感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连战与李登辉 其实都是在蒋经国时代 冒出头的台籍政治精英 他跟李登辉可以说 早年的交情相当深 1986年 他的父亲连正东辞世之后呢 在智商委员会上 李登辉担任的是智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可见两家交情相当的深厚 到了1993年 李登辉还提拔他做了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连与李之间关系的密切不在话下 可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 当时连战为了要竞选这个大魏 他开始为自己塑造形象 他请一位这个著名的新闻人李建荣 也就是现任的原山大饭店的董事长李建荣先生呢 帮他撰写了一本书叫做连战风云 这本书得罪了李登辉 暗暗的批评说 是因为李登辉提出两国论 才造成了这样子的台海危机 这李登辉一看 为之大怒啊 他觉得说 你怎么可能这样子的不饮水思源 我这么提拔你 你怎么可以批评我造成台海危机呢 更糟糕的是呢 到了后来李登辉发现 连战这个人非常宽容大量 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也去这个联络了 当时跟李登辉曾经反目成仇的 陈城的儿子陈吕安呢 希望他能够支持连战 而陈吕安也按一样做了 这李登辉就非常不满意了 他觉得说当年政争的时候 陈吕安是我对手 你怎么可以找他来帮你忙呢 这下子又结下了这个心结 除此之外呢 2000年大选过程当中 我们讲过 气怜保贬 李登辉对陈水贬的暗注 最终让连战萧万长这一组 可以说是惨败 宋楚瑜当然也以30万票的些微差距 败下阵来 整个政权移转之后呢 当时国民党党内可以说群情哗然 大家群众都按捺不住 于是包围了李登辉的住所 要求李登辉下台 那天据传连战去看了李登辉 那么李登辉后来 在最近出了一本书 在书中就明白的点出来 说那天晚上连战来看他的时候 李登辉就试探性的问他说 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下台啊 这个党主席的位置 他说连战当时的回答是 不仅应该下而且是越快越好 于是李登辉对连战更加的不满意 不过这句话以后来了解连战的人士的解读 以及连战本人都否认他们曾经说过 这么不敬人情的这个说法 总而言之李登辉用这几个借口呢 决定跟国民党决裂对连战毫不留情的批判 而最终他出走于是去搞了一个就是台联党 所以说前两次的分裂应该说是李登辉一手造成的 那么第三次更是由李登辉援起的 虽然李登辉最后出走了 但是也没有阻止国民党的继续分裂 因为李登辉带走了一批他在国民党内的子弟兵 像您刚才提到的组建了台联党 所以说这对于国民党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伤害 李登辉对于国民党所造成的伤害 可以说是相当的巨大 诚如主持人您刚刚所提 几次的政争都是李登辉作为一个主要的原因 导火线 甚至于他可以说是幕后的操纵者 李登辉这个人居心否册 他当年以他一个非常谦卑的这个表面姿态 获取了蒋经国的信任 并且暂时的说服了国民党党内的这些大佬元老们 对他的支持 没有想到很快的李登辉逐渐露出他独派的本质 他这一个实际上脑子里骨子里是一个日本殖民教育 培养出来的这个日本人呢 他怎么可能会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 更不要讲说是国民党的核心的理念 在这几次的这个分裂过程当中 我们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呢 当然是国民党不断的进行分裂的结果 稀释了自己的支持的民间基础 国民党的这个内部呢 也因而产生了持续不断到今天为止 还隐然存在的路线冲突 而这个党内的这个意识形态路线的冲突 最主要的就反映在两个层次 一个是本省级外省级的族群矛盾 第二个就是统一与独立的统独矛盾 那么这两种的矛盾始终撕裂着国民党 李登辉的这种做法 逼着国民党党内很多新生代 中生代的精英人才逐渐的外流 这个外流的结果呢 一方面造成党内持续的派系斗争 二方面在党外造成自己泛蓝阵营 认同统一力量的分散 不仅是这样子 国民党因为李登辉 始终不能够推行党内的民主化 在威权统治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本身没有办法做一个 由下而上的一个决策的流程 始终让党义跟主流民意有了落差 乃至于到最后 主流民意跟党义可以说是各行其道的时候呢 当然国民党会受到相当大的批判 也间接的让国民党在基层的组织呢 逐渐的涣散 所以国民党现在他在地方选举上会打得那么吃力 就是因为他的基层组织已经松动 他传统的支持者可以说逐渐流失 传统的组织的架构也生锈了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也难怪人家批评国民党是外斗外行 内斗内行 这种内斗的因子与文化 可以说是李登辉当时在他接任代理主席时候就开始种下来的恶果 好的 非常感谢郑永平教授对于上话题给我们做的回顾和梳理 谢谢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